是 小姐 问一下孟茜还住这儿吗 他住这儿 他下午去北京 拷ordan的火车 谢谢啊 你不要想 坐502系车条 正在高尚县和领柏前站 基站已快经过地道 三件机车车 喂 孟欣 我是袁珍啊 袁珍 你在哪里啊 我去你们家了 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 可你没在 找什么说 你现在没事了 对 那个董森林投案自首了 还算他有点良心 为我写清了罪名 太好了 你终于云开雾散了 我去咱们 我去吧 我去那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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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北京住院 医生说已无法手术 我明天乘飞机去北京 舅舅 舅舅 我是菲菲 舅舅 舅舅 这次是这婚名时间最长的一次 我真是害怕 我害怕她就这样悄悄地走 舅舅 我是菲菲 舅舅 菲菲 琦琦 我跟菲菲来看你了 我跟菲菲 我跟菲菲 你感觉怎么样 那 如果我放手不策 就把我的冤家们 这个红十字会 先给那些需要光明的人 让我的生命 在这个世界里 得到你去 菲菲 别说傻话了 你的病会好起来的 姐 我是等你来再跟妈妈说的 就是想让你帮帮我 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小雨 帮帮我 妈 小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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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舍不得你呢 让我把眼睛 都在这个世界上 看着你 不要让我又遗憾 再次诊断结果显示 病情已经深度恶化 病情已经深度恶化 他的脑瘤已经增大至四 乘四点八五公分 而且还在急剧增长 现在靠医学手段维持生命 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 病人有什么心里的愿望 你们要充分考虑啊 我 伯母 您就答应他吧 我的孩子如果没有了眼睛 他到了那个世界 拿什么看路 他 他该怎么样进入天堂 妈 既然这是琪琪的意愿 我们就尊重他的想法 成全他吧 阿姨 孟琪说得对 把眼睛给了别人 生命就得到了延续 如果你不同意 他会走得很痛苦的 我不是不同意 我是不愿意让孩子走的时候 我是不愿意让孩子走的时候 不完整 当然 如果他一定坚持这么做的话 我会成全他 伯母 捐赠的事 我来跟红十字会联系 小月呢 麻烦你了 好